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新增特別節目 我是顧得頭顧高布杰 陽年的台股封關了 那過去的一年 投資朋友在股市裡面 經歷過了一個大跌的震撼教育的時候 當你在即將面對 所謂的猴年的台股行情的時候 你準備好了沒 猴年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情 我相信在去年的陽年 就是說去年的這個時間 一年前的這個時間 就是去年的2月12號 我在節目上面 我預告陽年的行情 我預告陽年的行情是這樣 我預告當時 封關的時候是家權指數9500 我說今年陽年會這樣往上衝 再往下跌到7000多點 好 過了一年 有啊 就在這裡啊 衝到1萬 再跌到7000多 有沒有跌到七字頭 有 好 現在在這裡 那也就代表是說 開放盤在這裡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賠錢的 那很多人在過年時間跟你講 洋洋得意 今年會如何如何 那但是呢 過了一整年 你有沒有賺到錢 我相信如果我能夠在 我能夠事先在一年前 先預判今年的行情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 對於所謂的猴年 我相信也不會差太多 那我要請導播 幫我放在去年2月12號 新春特別節目 我所講的來證明 一個真正看得懂行情的人 一定會在過年期間先規劃好 這陽年的行情會怎麼走 導播 請放PC啊 我認為基本上 今年啊 9500 你不要看行情要9500 你要小心 我直接講 陽入湖口 陽入湖口 這隻陽 你要小心 會跌到哪裡 基本上 我都很清楚知道 會先跌到這個位置上面 會先來看這個位置上面 今年會先看到這個位置上面 但是呢 還有更低 一個真正看得懂行情的人 他享受的是中間的過程 好 9500 往上衝 有 4月過了4個一個多月 衝到萬點的時候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是不會做出正確動作了 我覺得股市裡面 真正的高手 真正會看得懂行情的人是 在每一個轉折點 會告訴大家要拉回樓 要告訴大家 整備往下2000點的大行情 那個2000點的大行情 是哪一段你知道嗎 就是這一段 如果你有避開 我覺得這一個轉折 價值連城 如果你能夠掌握到這個轉折 真的 第一個 你會懂得賣股票 沒有股票 第二個 你甚至反走放空 這一段2800點 你知道嗎 第一個 你不會賠到錢 不會有套牢問題 還反而會賺到錢 放空賺到錢 那我相信 我每個轉折 我跟大家講過了 當然你看 跌到了7203 當時大家在恍惚說 對對對 終於 真的 如我所在過年期間所講的 當然我們看得懂行情 我們會事先做出預判跟動作來 那這隻羊被老虎吞掉之後 其實會有領頭羊往下跌 去年兩年 這隻羊領頭羊就叫聯發科 往下跌 去年的年初還有500塊 跌跌跌跌跌到年尾 跌到了羊年的年尾破底 是不是領頭羊 領頭羊往下跌 它可以跌掉300塊 它可以 如果你有賣的話 它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賺300塊 你可以避開這300塊的下跌 那我相信 我在節目上 我在這個節目上 我用心來告訴大家 你要面對的事情 我說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展訊崛起 勢必衝擊聯發科 證據在這裡 好 到了去年這個時間 我說準備囉 要迎接往下囉 我相信 一個真正看得懂行情的人 絕對一個高 我們講說超版的高手 是在高檔的轉折叫你賣股票 我相信買股票大家都會 但是真正會賣股票的人 才是我認為在股市裡面 你要去找行會賣股票的 一路買它不是真功夫 你懂在轉折 相對轉折的高點 賣股票甚至幹嘛 甚至這樣子做 一二十二 放空 那才是一個真功夫 我認為基本上 在養年你真正要賺大錢的 不是買股票 是賣股票跟放空股票 如果你沒賣的話 你是可以賠掉至少一百到三百不擔的 更別說放空的人可以賺百分之六十五 六十%以上 也就是說在這個空頭格局裡面 它叫做財富重分配 你做錯的人 你散戶你會這樣 兩百萬套腦變一百萬 不止喔 這跌掉六十一% 兩百萬剩不到一百萬喔 但是你做對的人是兩百萬 隨隨便便就會變成三百萬 大戰略定好 你很清楚知道 它就會跌 那你事後來驗證 營收衰退 一定有原因 我相信我去年這一戰 洋入虎口 只有市場 只有唯一一個高副總 在這個節目上告訴大家 我還要強調 去年還有另外一個轉折 從萬年那個轉折 還有一個 叫十一月五號的 這個轉折 也就是 加捲持有七二零三反彈上來 這一段我有去搶反彈 但是呢 我說大家都會買 很多人是沿路買下來 從九千八千七千多 一路買下來 那沒什麼真功夫嘛 是比誰錢多而已啊 重點是能夠在相對高漲 再次轉折出現的時候 叫你避開風險 叫你避開什麼 兩千點的大行情 在這個位置上面 才是見真章 見功夫的一個位置上面 我還是要強調 在股市裡面的空頭格局 不是只有買股票才是厲害的人 買股票隨便大家都會買 只要你錢夠多 你隨便買一直買 當然你買不完啊 買不停啊 但真正呢 會懂得在高檔找賣點 找空點的人 我認為才是去年的最大贏家 這個時間 我也要告訴大家 這個行情 你要注意了 那這個位置 就在這裡 結果咧 到現在 如果你這裡有賣的人 我跟你講 沒有賣的人 還在等幾套 有賣的人真的很開心 整備迎接另外一個轉折 那我要麻煩導播 同樣的 一個真正的高手 絕對會在 相對的轉折點 提醒大家風險意識 11月5號的時候 同樣的 我也要請導播 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11月5號所講的內容 導播 請放PCR 請記住 你看到這段上漲上漲 到最後用急拉噴出 請牢記 下跌之前都是大漲的 這句話 這一句話 我曾經在 4月底 當股市來到9800萬點的時候 噴出的時候 我也同樣的告訴大家 因為 你看得懂 控盤者他在做什麼 看起來好像是在買 在拉 但是呢 卻是在檯面下出現了 拋貨的狀況 當然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或許你可能覺得 看不懂 好 你記住 下跌之前都是大漲 好 第二個 你不要錯過第二次 一千乘以二不要錯過第二次 兩千點大行情 來 它叫什麼 如果你能夠掌握 每一次的相對高檔的轉折 有賣股票 你絕對不會有套牢的問題 甚至是你在相對高檔的一個轉折點 你繼續放空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賺錢 第一個 你不會有套牢問題 賠錢的問題 因為套牢股票而賠錢的問題 那你如果做對重錯 會懂得賣 懂得放空的話 你會讓你的資產增值 財富累積起來慢慢的增值 我證明給你看 剛剛已經給你看了相對高檔的一個轉折點了 兩次了 當然 領頭羊 去年的領頭羊除了聯發科之外 還有一個族群叫什麼 叫蘋果概念股 這叫可乘 可乘 可以從這裡 360塊跌跌跌跌跌到200塊 它可以跌掉160塊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賣的人 你是套牢 現在只在等解套 甚至是你可以賠掉 一張16萬塊的錢 如果你懂得賣 第一個 當時轉折點 你懂得賣 你絕對不會有套牢問題 你甚至反手放空 當成全市場有誰可以提醒 在10月14號 去年10月14號告訴你 小心喔 當初一顆蘋果可以救台灣 但是你注意蘋果熟透了就是摔 它也可以毀掉台灣的蘋概股 它也可以毀掉台灣的蘋概股 你注意它摔退的話會怎麼樣 我相信我絕對有掌這句話題 而且現在有蘋概股的人 你在過年前天想說 哇我在等解套 如果你當初能夠找到個股的轉折點 那這個可乘 是不是你不會有套牢問題 甚至你可以賺 往下一張可以增值50%的一個空單的一個財富 同樣的 我要請導播 我認為大盤看得準的人 相對的個股類股 他也可以很輕鬆的掌握 每一個賣點跟轉折 提醒大家風險 有請導播把11月14號 關於這一張 我在節目上所講的 播給我們的投資朋友看 導播請放PCR 我今天要跟他談這個部分 這幾年 我們台灣的電子業靠著蘋果 可以吃香喝辣的 那一顆蘋果救了台灣的電子產業 但是接下來你要注意 它也可以毀掉台灣的電子產業 我相信來股市不是只有買股票 只要你錢夠多買買買買買 那不是功夫啊 那真的不是功夫啊 重點是你能夠知道 在空投格局的每一個轉折 除了聯發科 零頭羊跌了之後 第二個你要注意 蘋果概念股有沒有 結果咧 我相信大力光大家是沒有 我就操作這個可乘 這個空點我證明給你看 我在10月14號節目也說了 這個地方小心大力光都回檔 你小可乘恐怕也要小心喔 那相對的 如果你有賣 它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你有在這個地方 350賣 我們講放空就是賣啦 第一個 先解決你手上的持股問題 先賣一趟 那你會看到喔 從這裡跌到200塊的時候 它跌了45% 也就代表了 很多人可以會賠了 100塊 一張可能會賠到10萬塊 不等 但是你放空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賺增值50% 也就是200萬可以變到快變300萬 它叫什麼 它叫做財富重分配 我跟你講的領頭羊 往下的領頭羊 它是空投的特色 也就是財富重分配其實在個股裡面 一檔一檔一檔的一直在發生了 所以難怪去年很多人說 我沒賺到錢我才等解套啊 過年期間我在想說我報過年 因為我套住了 我在等解套 我希望開紅盤能不能漲 今年的行情 今年的行情會不會再往上漲 很多人抱了這個期待 但往往你注意了喔 我給你看到的是我過往的喔 我現在接下來要給你看未來喔 要聽就要聽未來的事 就像我去年 我能夠 我能夠在去年的這個時間 告訴大家 會跌到七字頭 相對的 一個在去年能夠看得懂行情 事先預判 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 完全命中的人 我相信接下來的行情 也不會差太多 那今年 猴年這次猴年會怎麼樣 注意猴子跳水 猴年 也就是在農曆裡面 我們講這套比生年 我用喉萊居上來形容 那你會說 喉萊居上好像是好的 錯了 喉萊居上是 他要先往下跳水之後 下半年的某個時間 才會喉萊居上 喉萊居上 但你要面對這個 去年是這樣喔 羊路虎口會掉到七字頭 完全命中喔 那今年呢 你注意喔 這個 我認為最好 終極買點在這裡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往下跳水 這隻猴子為什麼會往下跳水 請聽好了 我們台股七個交易日不開盤 你注意國際股市 來 數一看 這是每股的道琼工業指數 月K線 這叫年限 這六年的年限都沒有跌破 但是在上個月跟這個月 它已經出現了跌破 讓年限開始往下凹 但是你仔細看喔 它漲了這麼多 年限沒有彎過 但是現在才剛剛彎頭 向下而已 而且呢 月KT是交叉往下 整被破了中值50往下 代表一件事 它只是剛起跌喔 那剛起跌 那你覺得台股會不會受影響 絕對會 我們台股絕對不會 跟國際股市脫鉤 就算人為的干預 人為的撐盤 只是一時的 但是你要面對的是 國際股市的自然機制 市場機制 Nest也一樣 同樣的年限也在這兩個月 跌破之後 彎頭向下 而且月KT剛剛開始往下交叉 開口變大 成功頭排列 你注意喔 猴子要往下跳 美國股市會往下跳 你注意看一個問題 前兩年它的經濟成長不錯 已經達到了高基期的水位 去年勉強還維持在上面 但是今年呢 因為面對了這兩年的高基期 所以它經濟成長率 在今年很容易出現衰退 比前兩年出現衰退的時候 那往往呢 因為美國股市的基金操板 都在看這個數據在操作 也就是經濟成長率衰退的時候 那股市撐在這個相對高漲 是不合理的 所以會開始賣出股票 會造成國際股市的動盪往下 那對台股呢 勢必造成影響 所以你要面對的是 國際股市的變數 那相對的 我要跟大家講 猴子 這隻猴子往下跳水 它代表什麼意義 去年洋入虎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財富重分配時刻的空投格局來臨 到了今年 猴子居然會持續往下跳水的時候 代表一件事 股市只是在半山腰 未來持續跳水的時候 那它還是一個財富重分配的一個時刻 如果你在去年是這樣的情況 200萬套牢變100萬 不到 還在等解套的人 那你要想辦法變成 200萬怎麼當初 有避開風險 反手放空的人 可以爭執到300萬的人 去趕緊的去追 去想辦法解決你手上的股票 那怎麼做 我下個階段來告訴大家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高老師 助您猴年行運 猴來的財富 来居上168猴年型好运富贵专案 帮您摆脱过往 翻转人生 投利用热线 0800 555 808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雇 就是good 02 2578 3000 2578 3000 过往的成功 您来不及参与 未来的财富 千万不能错过 购得投雇高老师 祝您猴年型运 猴来居上 168猴年型好运富贵专案 帮您摆脱过往 翻转人生 和利用热线 0800 555 80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利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来 在这个关键上办你的财富重分配的时刻 我一直强调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个方法 攸关到你未来怎么赚钱 懂意思吗 那那个方法 来给你看 为什么领头羊联发科 我可以在高档放空 因为我有一个放空必胜计 只要被我放空必胜计点到的股票 它就是坠落的 它就是坠落的 你不相信吗 为什么我可以放空到它 你看嘛 来 仔细看哦 长期期间短期间跌破的 它就是起跌哦 那这里跌破了 它是不是起跌 是吧 所以被我点到符合 我放空必胜计的股票 就是坠落的啊 跌了61% 相对的这里为什么又继续跌 就是因为世界末日嘛 还没跌完嘛 这里起跌后弹起来继续跌嘛 所以就是坠落的 所以就符合我放空必胜计就是坠落的嘛 它一跌 如果你有放空它 你一张可以赚将近20万到30万 那你200万就很容易变成到300万 其实不难 真的不难 那为什么我可以空到领头羊 往下的领头羊叫可乘 它一张可以跌掉了150块 跌掉至少100块 为什么 那你放空它可以从200万增值将近300万 是很容易的 只是重点是你的方法对不对 来 它就是这个啊 致命起跌啊 有没有 这里跌破 然后重点圈跌破 有没有跌 跌破跌破 跌破加速下跌 有没有符合 有没有符合 只要被我放空必胜计点到股票 它就是市场最弱的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在去年跟上我脚步的人 跟上我行业的人 第一个我保护它手上的套牢股票 第一个找时间处理掉 卖掉 那要想办法怎么把它赚回来 不难哦 不难哦 就像现在一样 如果你现在是套牢 还是要想办法 200万 就算你赔到100万 你在等节套 想办法从100万赚回到200万 你要想办法而不是被动的等待 被动等待 你可能会 你的方法不对 你可能会继续赔哦 那你要想办法跟我们一样 在去年这羊年的过程当中 领头羊的TPK 股票操作不要多 一种股票 被我放空必胜计点到的股票 你就给它猛烈的卖下去 空下去 它就点了一整年给你看 这叫领头羊的联法科 这叫领头羊的科程 可以跌将近50% 为什么会这么弱 而且市场最弱的 就算现在反弹上来 很多人还在等节套 为什么 如果你第一个时间 跟上我脚步 我绝对带你在每一次 反弹的过程上 赶紧找卖点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套方法 只要我看得懂 它符合放空必胜计的股票 任何时间反弹就是找卖点 好 相对的 如果你赔到钱了 不要灰心 在今年 我有一个很大的策略 请听好了 这过年期间 很有荣幸你看到我的节目 你注意听好 2016我满怀的希望 为什么 我在2015代文会员 放空累积的实力 我们在等待一件事情 但是在等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先面对 这一段猴子跳水之后 我们在等待 这个落底的大买点 所以呢 去年跟上我行列的人 今年在做什么动作 在做续约 在续约等待 第一个 因为他放空知道 我们放空 我们放空差不多可以赚钱之后 他等待我的指令 接下来继续放空 之后再等待这个 落底大飙涨的 超级买点出现 所以这一段会非常刺激哦 那我觉得 在这一段加速赶底的 猴子跳水这段呢 会有一些股票开始大跌 他不是 其实很少有那高档的股票 起跌的股票了 有一种 是那个法人吃股最多的 他发多杀多杀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下跌的过程 过程当中 也就是这一段猴子跳水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谁会杀出来吗 就是法人 法人在股市里面的持股比重最高 他当初买很多的 他就会杀出去 还有一种 涨上去之后大家不敢买 就拉回的时候 融资一直增加 散户一直拼命买 结果呢 就陷入了养套杀的循环 那种股票最可怕 那同样的 我看到这档股票 我觉得这是你一个机会 这档股票机会在哪里 在于说 你怎么从200万赔到100万 怎么变回去 跟我们这个会员同步的 一步一脚印的 避开这段之后 未来找这一段的买点 但是你要想办法先变回来 那同样的 方法很重要 这个方法就跟当初的 可乘联发哥很像 你仔细看 涨的时候 融资都没增加 跌的时候融资拼命买 因为这段大家都不敢买 结果跌破了这条均线 你仔细看 它即将进入的这个 跟这个 放空避生计 来注意 这条长期均线 整备要跌破了 因为筹码已经都到散户 它的融资使用率高达70%以上 也就是说 这一段 这里大家都不敢买 融资在减 结果跌回来的时候 大家拼命买 散户拼命买 结果筹码已经泡给散户了 你注意 整备起跌 猴子准备跳水了 我认为 只要被我放空 避生地点到的股票 就是市场坠落的 同样的 在这个财富重分配的 这个时期里面 我诚次地邀请你 财富重分配2016 财富重配一整年的时间 第一个 当务之急 我除你你手上套的股票之外 我想办法 让你把你的资产 恢复回来 这是我的工作 所以在今天 这个时期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需要 我们随时都会有 线上服务人员 为大家做服务 本服务公司 予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均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是 也有加证与那边 也有加证乎 从输入 下证 闭上 或者说 线上 一边 入口 固德投顾高老师 祝您猴年行运猴来居上 168猴年行好运富贵专案 帮您摆脱过往翻转人生 投利用热线 0800-555-808 投资获利双指标 固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同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今日起用